不那么瞎编的信息呢 实际上是有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什么呢 这是一位中国游客 确确说的是一位上海游客 对 他上传的图片 一个钱包 这什么故事呢 这是这么回事 说一位上海游客吧 他去日本旅行在国际期间 然后呢在日本福冈去免税店的时候吧 就说那个钱包丢了 对 去美食店卫生间丢了 然后他就向工作人员询问 说我钱包丢了怎么办 你猜工作人员怎么说啊 说哎呀 说如果这里都是日本人的话 估计能够找回来 但这里中国游客这么多 估计找不回来了 可是然后 对吧 就这位游客找到自己的中国领队 这领队是个年轻小伙子 他问清楚之后 就在导游群里发了信息 寻求帮助 才过五分钟 就一位女导游向他们跑过来 因为那位女导游带队的游客里边 正好有人找到 捡到一个钱包 对啊 而那个游客是哪的呢 是中国游客 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对啊 然后呢 这位钱包失而复得的 这位上海女导游客 非常的感动 他就把这件事呢 给发到了网上 那 在日本福冈 但就按说这个事也不错吧 我跟你讲 船的人相当少 大家都兴冲冲的 就传什么山东的县长夫人 在美国被击毙的那样的假消息去了 你这就 这就很无聊吧 这没有道理 是吧 说到日本 我有条与日本有关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说的是什么呢 日本人 那个 确切的说呢 与巴铁有关 巴铁大家都知道 巴基斯坦嘛 跟我们很铁 然后巴铁呢 对咱们中国可以说 也是非常的友好 真是挺友好的 这个是大家都有所而闻 是吧 那最近就出一位 有一个日本人 去了巴铁 但是 我讲到他什么事了 这个日本人叫做 春上红艳 对 这个春上红艳吧 他是去巴基斯坦旅游过 发现啊 这个巴铁对中国人特别友好 有很多特殊照顾 于是呢 他就想到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呢 他冒充中国人 对 然后还专门举着一面五星红旗 就到巴基斯坦去旅行去 然后居然许多巴铁信以为真 然后这位日本人在这 因此享受到了 超级待遇 说那本来不许别人进入和拍照地方 我都可以畅行无阻 居然有这样的事吗 日本人啊 你碰 脚盆 就是他们 他们不是一向是以素质高而著称啊 怎么会做这么不要脸的事 这会不会是 是不是谣言呢 来看啊 这就是这位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日本人 春上红燕 在日本的论坛上 他的留言 他和其他日本人的分享 我在巴基斯坦 获得超国民待遇 你一定想不到 说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了巴基斯坦 是的 去游玩 这次旅行 我的一个天才想法 让我在巴基斯坦 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我冒充了 中国人 不得不说 巴基斯坦人 对中国人真的超好 吃饭 都不用给钱的 就这样哦 就这个日本人 冒充是中国人 在那一路骗吃骗喝 对 然后然后就是 因为有人看到 他举着五星红旗 就有人自自发的 跟在身边保护他 就这个样子 然后他说那几天 吃饭都不用给钱 把旗子晃一下 哎呀巴基斯坦人 就会拥抱我 然后还会邀请 去参加他们的家宴 然后这这位 还是在说 说我那个五星红旗 做的不是很好 很多当地人跟我说 你的旗子不对 然后他们拿出 标准的中国国旗给我 还让我在他们的 日历上签名 因为那是 他们招待我的日子 他们说 他们要纪念这个日子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就是日本人 无耻起来 是个什么德行样 就这个样子哦 对啊 然后现在这个事呢 被许多中国网友发现了 大家气坏了 好多人就说呢 得提醒一下 我们的巴铁兄弟 对吧 不能被日本人这么个 这么这么这么骗 招摇撞骗 可是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你知道就说 就是 日本人的这个 对吧 他长得确实 不太容易从外貌分辨 不单是日本人 包括韩国人 包括现在去说 我国台湾人 都有一个毛病什么的 就是说 那个在国外 做坏事的时候吧 他们会 冒充 对吧 是中国大陆人 就这样子 过去 我就说 我已经拿完 就算了 看我 已经是